美美式瓶龄是台湾知名的包种茶产地 产茶重镇曾经繁华热闹 雪山隧道通车之后 很多游客不再驻足 瓶龄的观光跟茶叶面临转型挑战 有年轻的创业团队 看到了小镇的困境 他进驻到了老街里头 把老屋改造成为了餐厅 用创新的方式来卖茶 用科技创新的耕种方式 还吸引了大陆跟香港的团队 北台湾著名的茶厢小镇 老街步道气氛幽静 空气中随时飘散着清新香气 游客慕名而来 茶叶蛋来咯 包种茶 加中药 包种茶过出来茶叶蛋就是 就是茶香然后又好吃 平里也很好玩 人比较少 但是它很多是蛮丰富的 像有一些老街有一些茶叶 还有一些茶制品都很不错 平临已生产包种茶闻名 产茶重镇曾经繁华热闹 在台北通往宜兰的交通药道上 扮演重要驿站 雪山隧道通车后 多数游客不再驻足 当地的观光和茶叶面临转型挑战 那其实我们另外在大老街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也会进去阿嬷家 带过来之后 然后他会现场会编草鞋 大哥 你好 你好 安德你好 你好 这个就是我们平临这边的茶 好吸线喔 包种茶的喔 你好 其实它始终蛮长嘛 但是每一个 每一个店家用 怎么运用茶这件事情 其实都有它不同的特色跟品质 店家在老街导览推广小旅行 是现在平民常见的活动 公路开通影响了过路经济 危机也权威转机 交通便利后 开始有更多年轻人入乡工作 像蔡威德这样的青年 进驻小镇 挖掘在地特色 创生火化产业 我自己本身也是练设计类的 然后因为旅行 很喜欢跟在地去接触 所以我就发现说 自己的设计看能不能跟 在地的一些产业做连结 有别于传统老店 蔡威德用另一种方式卖茶 他把平民传统石头厕 改造成小餐馆 这一碗蜜香红茶 卤豆饭 微甜茶汤 搭配咸肉灶提香解腻 重新诠释台湾特色美食 感觉蛮文化店的感觉 我也喜欢这样的餐厅 平民来讲 算是比较有特色的一家餐厅 有些青年他们可能回来之后 他们想要做一些转型 或做一些品牌 做一些不一样多元的服务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色 去跟他们从旁去协助 对 然后也让年轻人 回来之后慢慢发现说 他其实回来平民做茶 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值得被给大家看到的事情 平民位于翡翠水库上游 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周年云雾缭绕的气候 成为茶树生长的绝佳条件 平民重茶面积将近500公顷 传统茶园也出现新生丽君 因为它经历一些比较极端的气候 所以它整个里面的内涵物质 变得比较多 那像前几天我们在做茶的时候 最后就是在揉年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它的茶变得非常黏 那代表它今年的智慧 非常的丰厚 进入采茶季 年轻面孔的茶楼 在人口老化的坪林 过去并不常见 吴佑银另一个身份 是台大物理系的学生 现在就是一个斜杠的年代 我们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 那把这些不同的领域 凑出来之后呢 就会有新的火花 当初因为一堂 城乡规划的实习课 一群台大学生踏入茶乡创业 学弟妹持续接爆 来自各行业的成员 和投资团队的负责人 正在进行台湾茶产业的智慧实验 10分钟就会有一笔数据进来 农民可以比较及时地知道 他们现在的有状况 这台在地气象站 建设在农作物生长的位置 能随时监测日照 雨量 空气温湿度和风量 把数据上传平台 截至人工寻田的劳力成本 除了气象站之后 还有土壤的感测器 像茶叶 当它温度太低温度太高的时候 其实都会停止生长 那当含水量太低 它的停滞会受到 但产量都会受到影响 有这样子跟机车的数据 我们可以结合 作物的逆境的进食 告诉我们说 这个作物现在已经在一个危险的环境 需要去做一些介入 制察程序一旦展开 是16小时的体力活 联系团队带入新的科学知识 但是无法标准化的手工技术 还是得向前辈学习 就是我们要进去室内威雕 它日光威雕已经时间够了 观察然后知道它的走水状况 我们要从室外移到室内 这个过程然后小时间 让它走水 就是前面的里面的苦涩 不好的水 熟悉趁这个时候 观众触定它善失 我们后面才可以做香剂 我教很多年轻人做 我最怕到12点 他跟我讲说师傅 我没办法我要去尖叫 那个辛苦的人都可能 可能没有很多行业会像这样子 所以一般的年轻人可能一来做 一两次大概就会打退堂 资深制茶师传承搅拌茶叶的技巧 有别于市面流行的清香型乌龙茶 他们调整制成复兴重发酵的古早味 因为茶叶其实是一个 就是非常敏感的植物 那我们像我们刚刚在搅拌的时候 我们多搅一次 那它整个风味都会差很多 对啊 因地质疑研发出不同的茶叶风格 团队走入数位科技 希望能慢慢建立数据库 提升栽种品质 山林里的实验室 吸引海外团队跨海找茶 台湾的农业科技 其实是台湾最原创的科技 不管是东南亚 香港 新加坡 大陆 那他们可能是专业人士 可能是企业家 他们就特别的飞到台湾来 跟我们联系 来我们这里跟我们互动 那我们也很愿意把我们的理念 跟我们对于温龙茶的认识 推广介绍给大家 茶树田间有了创新的尝试 新世代接棒传统产业 期待台湾制茶工艺 持续开枝散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